嗨,Gigi Bart Pret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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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ty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鹦鹉妈妈健康屋 我是Susan 在上期影片中 我们讲解了面包里的肤质gluten 本期视频我们要讲解 膀胱相关的疾病 如尿急,尿湿劲 尿不干净,尿贫 等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 储存尿液和排出尿液的肌肉 这块围绕在膀胱外面的肌肉 称为B尿肌肉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膀胱问题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神经系统问题 与受控的半膜系统 平滑肌 神经供应有关 排尿主要是由大脑控制的 大脑的一部分控制膀胱 并连接神经系统 当身体缺乏维生素B1时 大脑的这部分神经会受损 同时控制膀胱的自律神经也会受损 缺乏维生素B1与很多的膀胱问题 有重大的关联 如果你不了解膀胱问题 是跟缺乏维生素B1有关 那么你可能会吃更多的药 或者做更多的手术 解决膀胱问题有以下六个简单的方法 一博格医生建议吃两种维生素B1 脂溶性本磷柳胺和水溶性天然维生素B1 注意不要吃合成的 我有一期关于缺乏维生素B1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那期视频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维生素B1都要吃两到三个月 因为对于严重缺乏的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补足 但是大多数人在服用两周后就开始改善了 2.不要吃会耗尽维生素B1的食物 这些食物通常是指高碳水和糖 要吃低碳水加间歇性断食 3.尽量在晚上6到7点前喝完水 这可以减少半夜起来小便的问题 4.在饮食中添加一勺苹果醋 可以稳定血糖 5.减少咖啡因 早上喝一小杯咖啡就足够了 因为咖啡因对膀胱有很大的影响 6.按摩膀胱 可以刺激膀胱 使膀胱更有张力 可以排出残留在膀胱很久的尿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 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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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